大家好,我是一修 現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快樂的減重 一修減肥吃什麼 podcast 提供各種我自己個人 在減重路上飲食調整心路歷程分享的一個頻道 歡迎大家收聽,讓我陪你一起大變身 好,那我們來到下一集囉 但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你們可以留下來 然後我們來做一下 小子討論 那我們小子討論要做什麼呢?我們剛剛還不是有寫 這個 你最開心的三件事 那當然有你最難過三件事情嘛 但我想要先請大家不要把焦點放在最難過三件事 我們請大家把焦點 放在我們最近最開心的三件事 那當然 如果你真的很想提出來的問題,你也可以問 但是就是我們先把焦點放在 你最近覺得 最開心的三件事 我知道就是有些同學會害羞 但一回生二回熟 久了就熟了真的 一開始你真的害羞你不開鏡頭也沒關係 如果開是最好啦 不開也沒關係這樣子 你可以就是 因為我們一般我們 班上 就小組裡面都會有學長界 那我大概會隨機分配 我們快速的用大概15分鐘的時間 我們可以快速來分享一下 你去想我最近 最開心的三件事 最開心的三件事 一件事是什麼 或者是我最近覺得 在收成路上 我做最好的一件事是什麼 把它強化 然後持續的放在 你接下來要走這個方向 上面 OK 好那事不宜遲 我們就現在開始就來分組 分組很簡單 每一個人分享一個 如果分享完了就分享第二個 分享第二個分享完就分享第三個 好不好 每個人分享一個就是 最近 最 最開心的三件事 然後或者是說 你在減重 這條路上 你現在覺得最有收穫的 一件事情是什麼 好我知道有些人會忙 但是就如果可以的話 呃 大家可以留下討論會很有收穫 那我們就分 這個 九個聊天室 好那 因為待會可能會很下線嘛 分九個聊天室 那大家就是 在開車的就 就沒關係 好那如果我們 這個 好改八個好了 看很多的想要先下線 我們改八個 那這個 如果有這個學長姐的或有班長的 你們就自動自發一點 就主動主持一下會議 如果看到太多班長在同一班 我就把你們分開來 OK好開始囉 有人在嗎 好 你們可以開始分享 我只是進來 這個聽聽你們 好像大家都蠻害羞的 好那品萱先開始好了 品萱 我剛剛前面20分鐘沒有聽過 我們剛剛前20分鐘在想說 我剛剛在外面買菜 最近最開心的三件事 你可以隨機的分享一件事 任何事嗎 任何事 我覺得第一件應該是 我覺得 就是我其實一直體重有點停滯 但 就昨天還前天我就穿了一件以前覺得蠻緊的褲子 就覺得變得好像有點鬆 所以其實還蠻開心的 OK 就我的體重好像一直都沒有 就是情緻很很長一段時間 但覺得好像體態一直有稍微就是變結實的 嗯 就蠻開心的 就第一件 第二件喔 也可以先分享一件就好了 最開心的是 可以先分享一件喔 就是讓其他同學分 如果下一輪 講完了 再來分享第二件 你也可以趁機聽一下別人的 也思考一下 對 我們聽一下你最近最開心的一件事 至少吃東西的時候有節制一點 會想一下 OK 對 就開始在吃東西前會多思考一下 就是你現在吃的東西 對你的減重或對你的健康是有幫助的事情 然後在可能就是之前可能會想想要吃炸的或想要吃甜的 然後就會停一下 然後忍住然後走掉 好 就是有針打一下這樣子 那你忍住之後會不會覺得很痛苦 就還好就會就是走掉之後就呼 還好 就忍住這樣 OK OK 好 呃也分享一個方法就是一般我們在 呃肚子很餓的時候我們就是看什麼都想吃吃什麼都好吃 所以如果我們在正餐能夠把蛋白質吃足夠 呃 當然就是我們還是我們講有平衡有策略我們可以在 適合的時機點或是在有運動後的時候 來去吃一些可能沒那麼理想但是你想吃的食物 但 重點是如果你把 呃在正餐的時候能夠把蛋白質吃足夠把好的食物吃夠其實你會發現 你就比較不需要靠意志力去控制你的飲食 你很自然而然的就會覺得喔好像也沒那麼想吃 對這之後可以慢慢來體會這件事情這樣子 好喔 那下一個換育珍喔那我去下一組 看一下喔 剛剛沒聽到育珍的 可以說了 對你可以說了 我可以說了 好那我聽你說完再走 對對對 哈哈 好好好 我最近最開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因為我現在就是暈流停 然後我就是趁著這段時間去學了一些新的 技術 然後目前最新的一項技術就是 快要 學成然後就是 即將可以 開一個自己小小的工作室 喔 什麼技術啊 對 烘培 喔 我其實這段時間學蠻多的 我最新這一個是在學那個 美睫 喔 美睫工作室 太厲害太厲害 但是因為我是還做 我還有其他的項目 但是其他項目就是在之前我已經學好了 OK OK 就現在累積累積到足夠的項目已經可以 開一個工作室這樣子 對對對 好 這個是 目前最開心的 OK好 很開心那你的三隻都睡了嗎 都睡了 剛才那時候震 震魂讓我完全沒有辦法講話 OKOKOK 好喔 很開心聽你的分享 那我去下一組 我們繼續分享 好 還是有分享 好那我也想要聽一下小豆的分享 我 我最開心的 嗯 一開始當然就是我 體檢 膽固醇那些都講了 那最近讓我最開心的一件事情是我 前天跑去全家便利商店 嗯 然後 都戴著口罩 嗯 剛有一個家長 是我兒子同學的 媽媽 嗯 他就一直看我 他說 嗯 是小豆嗎 嗯 我就說對啊 他說 已經都認不出來了 你變了一個人 嗯 然後我就覺得其實蠻開心的 因為 好幾個月 對 好幾個月沒有看到的 的朋友 居然說認不出來了 嗯 這樣子 有你真的跟 剛開學 第一梯參加的時候差蠻多的 嗯 整個人的 不管是體型 或者是 精神跟樣貌 我覺得都差非常多 嗯 我們好像有家好友嘛 對不對 我有看到就是 以前在找更早的時候 我覺得有慢慢回到 那個 狀態 對 那其實重點其實就是 就持續健康的方式 剛剛我們就聊的啦 他自然來的 會走到 就是 越走越好 絕對不會越走越差 這樣子 對 嗯 好 謝謝小豆 那你們就繼續討論好 謝謝 我去下一輪 好 剛剛剛剛就是 講一輪了 我還沒講而已 好好好 那我來聽你講來 講完 我來聽你講 講一輪就講第二輪 講第二輪就講第三輪這樣子 喔 我最開心的是就是 我的 我覺得我體態好像有進步 就比較沒有像以前 這麼這麼駝背 嗯 就是好像有差 啊現在就是走路的時候 感覺自己會比較挺 就是比較好看 不叫敢挺胸嗎 就是看到鏡子的話會提醒說我自己要挺胸 然後就覺得自己好像沒有這麼的駝背了 OK OK 我有發現你的大頭照應該在基地拍的嘛對不對 這個還沒有 這個在錄一下 越拍越帥了 然後在基地 對啊我要換一支好的手機 因為現在還蠻喜歡拍照 好這是正向的效應喔 瘦下來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變得自戀 所以就會 要等那個iPhone15 OK OK 好喔 那 很開心聽到教肯定就是越來越有自信的分享 那確實我覺得 雖然我們不見得說瘦一定就會開心 但我覺得瘦下來 在這些過程當中我們累積到的這一些 事件或者是改變或是能量 都可以讓我們更有自信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所以我覺得他不是膚淺的時候瘦下來就變得比較有自信 而是在瘦下來的過程當中 我知道我累積這麼多東西 我也做這麼多正確的小事 所以讓你更有自信的往下一步去走這樣子 對所以他很年輕 就是很棒 持續前進 好謝謝小老師 那個蘇貞分享一下 好來聽一下蘇貞的好了 蘇貞來 可是其實我有問題想請教Justin 其實我最近會覺得我的體態就是他停滯不淺了 然後其實會開始有點 就是沮喪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應該要怎麼度過這一段期間 雖然就是校長有給我們很多正向的想法 可是我覺得還是會 因為 因為他停住了 我們也會緊張 然後會交 對啦 好啊 那Justin 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經驗 你是第二期嗎 主持人是第二期嗎 對第二期 然後他經過了一個月 然後感覺自己的體態好像都沒有變動 哈哈 我那時候好像也會這樣子覺得 因為那時候在續抱的時候很猶豫說 我到底要不要續抱一些 因為都已經會了 那感覺就是好像 到這個 生活就是到這個吃吃飯跟運動的習慣走下去好像 就就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是 我記得好像是玉喬吧 玉喬 學姐那時候 因為他好像是道明蠻久了 嗯 然後那時候我問他 然後他後來也是有收下來 因為中間他還是有碰到挺志祺 嗯 那那時候我就想說 哎那既然前輩他們 因為好幾個不只是玉喬 還有聖家還有麗爭啊 他們都是這樣走過來 那我也覺得就 我也選擇相信他們 那結果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是 第二期的 第一個月 我覺得好像第一個月第二個月也是變化不大 然後到第二期的 最後一個月我才發現 我體態又 跟12月那時候剛畢業的時候 又縮小了 一個size 嗯 對我覺得沒有這麼快 那個是 我有點像是慢慢的 就是可能中間停滯了一段時間 然後突然到最後一個月 我又看了自己的自拍照才發現 我真的又瘦了一個尺寸 所以我覺得要 然後持續的維持這樣的好習慣 然後那我耐心的堅持下去 你就可以看得到成果 對我相信可以 好謝謝 好謝謝佳慈婷 那其實當然就是 雖然淑貞你有聽到我的分享 但你一定還是會覺得說 我很焦慮我不知道 我現在遇到是不是所謂的卡點 我是不是有沒有做錯 那當然以簡中版來說 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協助你的就是 確保你走在 正確的方向上面 那當然它是一個衝向的努力嘛 我知道你很努力 所以 只是說有時候我們如果只關注在 我期望我做了馬上獲得改變 那有時候它那個累積 它不會是瞬間的 就我們講說那個 冰塊的 結冰它不是瞬間結冰 它是一直到 24度 20度 18度 5度 4度 0度以下開始結冰 所以它其實是有前面的那些過程 累積到最後它才會結冰 那我覺得體態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 重點是你知不知道你現在 在做的行為是不是對你身體好的 我跟你說我我跟你的想法一模一樣 我前三個月 上完之後我就覺得我也可以畢業了 從第一期就想畢業到現在 哈哈 對 每一期我都說我要畢業了 關鍵的時候進來 對 對 然後我為什麼一直進來是因為 一直留在這邊 有一個部分是因為這邊有蠻多的 同學 不管是同學也好 班長也好 學長姐也好 甚至 對我來說你們是學弟妹也好 我可以幫助你們 你們也可以幫助我 的那種感覺 那種氛圍 所以我一直留下來 甚至我還跑去 基地裡面運動 上線上課 我去基地上線上課 對 所以我認為說我可以多多少少幫助 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經驗 嗯 甚至你們的經驗也會更 會給我 我會覺得說 唯一有幫助 當然 你說你說的 無可後悔 就是我其實 三個月我就覺得 飲食的部分 我 應該可以了 但我覺得 更重要的部分是內化 嗯 飲食的姿勢什麼的 其實 OK啊 你做 做兩個月 三個月 兩期三期 你就覺得 我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 可是實際上來說 你做一做 有時候 營養師不在了 或者同學 這個旁邊的注意不見了 你就會覺得 我這樣做對嗎 我這樣吃可以嗎 嗯 那當然 有可能 就會變成 一種自我懷疑 我會 所以我才 才會覺得說 我可以 去 繼續內化 繼續習慣 所以順程從 第一期就想飛的心情到現在非常有幫助 他從第一期 他就一直說 我是不是該畢業了這樣子的 然後 後來我邀請他當班長 他就說我是不是該畢業了 或者是 我是不是都沒有幫到同學 之類的 當然我們不是說 一輩子要帶進入班 只是說我們 希望說在我們可以 提供一個好的環境 然後讓大家可以在這條路上 因為確實 我不知道你們的狀態 我們的狀態是 其實在生活中 你會發現在乎健康或重視健康的人 其實沒那麼多 大家都半都是嘴巴講 但是沒有去執行 就是你想要瘦 問一下你怎麼瘦 然後聽到你的想法 算了我做不到 然後人就跑掉了 對 可是大部分人其實都會是這樣 所以我才講說你們 我覺得你們每個都很了不起 是因為 你們從 從有這個想法到聽說明會到付錢到交代會改變 它是一個需要一連串的行動所累積而成的 所以代表其實你已經在一個很 就是你已經對自己做了一個很很棒的一個行為 你願意為自己改變 那當然這過程當中你會遇到一些 我們剛剛講的比較沮喪 比較需要支持的時候 那我覺得 我們在做包含那麼多 無私的學長姐跟班長在做就是 利用自己怪人的經驗來協助大家 對所以其實 任何的這個 簡訊當中出現的疑惑 出現心態 我覺得都是非常正常的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那重點是說 就是 不要害怕 發問或者是不要覺得說自己好像 我剛講的就是你好像體重沒有受 就是不成功 我覺得他的面向太多了 他不會只是在很單純看體重這件事情 對所以 我才講他有一個先後順序嘛 就是你是不是 真的想要健康 然後你是不是 真的覺得自己精神體調變好 然後 再來是你的這個 內分泌的情況變好 你的體態有變好 最後才看尺寸有沒有改變 那那個內化其實不會是瞬間的 因為 就像 Rita自己也是 醫療人員嘛 你要學一個專業 不會是一兩個月就學會的 你需要蠻長的時間 那我覺得受聲確實是一個專業還蠻專業的 他包含了很多 的生理跟心理還有運動 之類的這樣子 對所以 確實需要花點時間內花 對那這也是我們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也覺得 雖然 有點辛苦 但蠻值得 像順程 每次都想離開 但他最後還是有 留下來的這個 心情是一樣的這樣子 好 我不知道是剛好我進來他就講了這個主題 但我覺得很棒 聽到他的 這個想法的這個回饋這樣子 就是 突然那個營養就是 好像營養充足這樣 然後 就頭髮就變得很多 就是 那個心得就是我寫的 我說馬尾變得很大 我也想好像記得是你 很棒啊 頭髮長頭髮真的很難耶其實 對啊 所以就很開心 嗯 很棒很棒 我每天都有看 畢利在寫心得 那當然你 你有分享說你過去其實 也曾經遇過 因為可能體重的關係 或是體態關係 然後有一些 類似霸凌的一些狀況 那我覺得 當然啦 我覺得確實 不可否認的 這社會有時候對於 肥胖這件事情還是比較不友善 包含如果你小孩子比較胖 其實你會擔心他比較容易被欺負 這一類的 但我覺得我們 如果可以借機把他化成很好的養分 就是 那這樣的 心情 雖然我遇到 那未來我可以怎麼樣這樣的力量去幫助 曾經跟我一樣的人 我覺得這也是 呃 我自己在做檢東班 覺得 我後來很感謝我收下這件事情 因為以前我就會自圓自癌嘛 就這麼年輕就胖 哥哥又帥 自己又不帥 然後 又長不高什麼之類的 長痘痘 皮膚過敏 對 但現在我反而很感謝 就是這那麼多的事情就是讓我更有同理心 能夠去呃 知道說 呃 我未來遇到跟我一樣的同學 或者是跟我一樣的人 然後他 呃 我可以給他什麼協助 我可以幫忙他們做什麼事情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你的經驗很棒 真的 尤其是你 你有分享到這個頭髮 再變粗 你看我就有記得 我就把它 呃 拿出來分享這樣子 對 頭髮變很多 嗯 扎起來 一 捏起來很粗一束的感覺這樣子 嗯 好 你們都分享過了嗎 我們都有分享過至少一件開心的事情 好啊 我想要聽一下小雲的 小雲可以幫我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開心的事 嗯 就是 皮子有下架 OK 好 修哥 他他說 他男朋友說 他都沒有變瘦 OK OK 我剛好看到小雲 因為我看小雲 前兩天有寫新的嘛 然後 呃 也有點 就是覺得 欸自己好像 就是改變沒有很巨大 但其實 我看小雲的體態 小雲是有改變的 那當然那改變 因為你是六月班嘛 所以到現在都還不足 一個月嘛 呃 說實在我們要在一個月 獲得 超巨大改變 他本來就不是一個正確期待 就是 除非 當然那個 撇出那種 偏向這種 不肖瘦生業者 呃 追求 或鼓勵快速瘦生的這個 這個說法 就是對我們來講 其實他本來就是 透過時間累積 然後 呃 正確執行 然後達到 負利的效果這樣子 對 所以 其實小婷學姐 剛好 他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他的經驗 像 展Call 自己當然也是瘦嘛 那小婷其實也是 參加 呃 應該第三期了吧 小婷 如果沒記錯 的話 對不對 你有跟小雲分享一下你的 你的改變的心得 你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你 你也是持續 你也是循序漸進的改變嘛 你也不是瞬間忽然就瘦下來嘛 對啊 你可以分享一下 第一個月 我就是照著那個ABC啊 嗯 然後就 呃 前三個月第一期瘦比較多 就是大概瘦了快10公斤 嗯 對後面就維持啦 我覺得維持也是很重要 嗯 因為偶爾還是會亂吃啊 所以 我覺得我都有維持住 我覺得刷還不錯 嗯 對啊 而且你還改變很多啊 對啊 我這一期就是商運動課 認真上 有有有 偶爾會翹班啊 OK 小婷上次有分享 他 穿了這個 是M號還是S號的衣服 就是free size的 OKOK 然後但是肚子是平的 然後是合身 比較合身的衣服嘛 就是大家看到那張照片就說 我怎麼瘦那麼多 OKOKOK 然後那天跟我姐姐出去 他體重其實跟我一樣 但是我看起來就比他瘦 OKOK 對 所以我想要 你的體態比較好 對對對 對啊 因為他說他就是沒有動力 沒有動力去節食啊 運動啊 幹嘛的 我說 然後他說我很有動力啊 因為 雖然我最近都沒有認真上船飲食 但是因為我都會拍 然後 欸 我姐姐他女兒就說 為什麼阿姨每次吃東西都要一直拍照 嗯 我說因為阿姨要做紀錄啊 只是沒有上船 嗯 對啊 就是都會拍 就是會知道自己要吃什麼 然後就是因為 前面的都沒有編輯 就會變 後面會懶得上船 好 這個 Zako編測他一下 呵呵 你可以從 沒有 有時候就是你覺得整理前面很麻煩 沒關係 你就不要讓自己拖 就是從今天 對 你就想 從今天開始 然後不要掉這 從今天開始就好了 對 因為我怕我中間沒有船 不會不會不會 然後突然從後面開始船 會變得很奇怪 不用不用 不用去想這些事情 不會 從今天開始 你一直不船班長比較緊張 呵呵 對 因為我一直被靜音學姐 學姐Cue 然後我就覺得 好不好意思喔 呵呵 所以我想跟小芸講 就是呃 改變她是循序漸進的啦 因為就像呃 小婷也分享嘛 她雖然三個月瘦10公斤 聽起來好像蠻多 但實際上 聽起來也是一個月兩三公斤 好 所以她也不是三 一個月就換瘦10公斤 那呃 這個我們在講 體態照是什麼很重要 因為體態照 它會記錄到 體重看不到的東西 就是 所以你拍照起來 是有瘦的 我覺得你要 相信我們團隊 啊也要給自己點信心 你只要確保呃 你的時間 大部分做都是 我們講ABC 都瘦在九公格嘛 你都有 每天都有放入 六格七格八格 然後累積好的行為 跟習慣 so她就是一件 必然的事情這樣子 那小婷剛剛有 嗯 我有講說 可能是 有吃藥 或者是復刻的問題吧 嗯 剛才有跟學姐 她們討論過 ok ok 這個多少也是 會比較慢 會有 对对 尤其 對身體來說是這樣子 她如果 你開始說 你是改變 她最在意的是 你的健康 而不是你的體重 所以一定是先往 呃 身體的修復 一定是先往身體 呃 往健康方去走 那一些過去大大小的小問題 然後呃 你都是一個健康的人的 你也沒有發炎的狀態了 所以你的體重就會 呃 慢慢就回歸到 我們講一個平衡啦 當然不會說骨瘦如采啦 就是回到一個理想的 體態這樣子 有啊 所以 我看我的體脂 有降兩趴 嗯 但是體重沒有降 我就覺得 欸 我就很開心 我不要體脂 這樣 其他有改變 是最重要的 這樣子 嗯 ok 好 嗯 那我就去下一組了 你們就繼續聊了 好 ok 謝謝修哥 我是不是又變胖 我是不是沒有笑 然後會 會灰心 對 所以 其實有時候 你在群組裡面 稍微這樣 疏敗一下 我覺得也是ok的啊 對啊 如果今天沒有小組 討論的話 你是不是 欸 等一下 我又去偷偷 就猶豫了好久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已經在想 禮拜五可以 禮拜五是 抓到了 炸擊 炸素肌 沒有炸素肌 是那個ok嘛 我意思是說 如果你遇到說 覺得說 欸 我在減重這條路上 遇到了什麼瓶頸 然後 我現在是遇到 我覺得體重沒有掉 或是什麼 我覺得我的心態 快要崩掉了 我想要在群組裡面 去 尋求支援 這個沒有問題的 可以取暖的 對 對 沒有問題的 你會發現說 大家都會跳出來 跟你說 我們是怎麼樣 呃 度過這一段 掙扎 糾結 的心 的那個時間點 這樣 對 有 我有為了這件事情的難過 然後我想說 我要再 更加強 我的運動的量 然後就 就前天 找做受傷了 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 預祝了 我也要 腳大傷了 你可以吃完菜肉飯 再去吃鹹谷脊 你就不會吃那麼多 不然就是下一餐 不要吃澱粉 好的 好 其實上次那個 因為郁星上次有 呃 在那個 私訊跟我們分享嘛 你覺得 你可以跟同學分享 你的健康的 的那個嗎 啊 哪一部分 我先生的圓形圖嗎 哦 那種 對對對 哦 我先生其實就是 照著這樣 飲食啊 他 也沒有 執行的 很徹底 就可能我上班 他可能就是買外食 啊 但是他想吃什麼 可能想吃飯或什麼 也做那個 但是我在我的眼皮底下 他就會照著正常 這樣吃 他就是 因為我做兩天 休兩天 所以他也是很正常的這樣 正常吃兩天 放鬆兩天 他圓形圖十幾年 就不要而遇了 然後他很開心 然後 怎麼講 像上次體檢 因為我們體檢還沒出來 啊 我就 就是那種體檢的時候 不是要量血壓嗎 之前可能就會有點偏高 120多 然後 80那邊 然後我就覺得很傷心 然後我這次 體檢的時候 我從 一樓 跑到地下一樓 要去 跑完 然後 哎 量血壓的沒有人 我就去量 我還很喘的狀態下去量 我的血壓 竟然是標準的 超開心的 然後旁邊一大堆人 在那邊坐著 等血壓回復 再重新量 我就覺得 怎麼那麼年輕 就這樣子呢 對 然後 還有很多 然後那個什麼 之前 上一年 體檢 我有發現 我肺部有 肺結結 我其實真的還蠻 蠻傷心的 因為人家都說 那種東西不是很好 我也不知道 然後 後來 過來沒多久 校長的任務有慢跑 當時還沒開那個課 然後我就會想說 好吧 我就去跑 讓自己流流汗 跑完之後 就會可能 可以三十忘卻 這種東西的存在 因為也不知道 它是好的 還是不好的 你就會一直 心裡有個疙瘩 就想說 跑會比較開心 然後跑完之後呢 三個月 因為那種低劑量的 那個斷層 要三個月一次 然後下次去 醫生說 你有些東西 變小了 那你這可能 應該不是 不是類似不好的 那種類似原胃癌 的那一種東西 就可能跟那個 上次那個什麼 Karen助教 他們家人一樣 對 那個原胃癌 對 可能就不是 他可能就是 肺部一些發炎 引起的 陰影或什麼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那你要多運動 擴張你的肺部的那個 然後我就覺得 後來真的 校長就開得超慢 我真是超矮的 下雨天 也可以在家裡跑 也不需要到外面 像現在南部樂的半死 也可以在家裡跑 我就覺得 運動會讓我 忘卻一些煩惱 然後我就期待 九月去看 會不會比較好 OK OK 好 所以 剛剛小玲 也有分享嗎 我覺得 剛好聽到子婷 我在想 你應該也就是會 就是可能 因為不如預期的結果 而感到 沮喪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 通常都會 就是我們剛剛講嘛 因為我們的焦點 可能都會放在說 我希望可以 在一定的時間裡面 獲得改變 那像剛才上一班 也是有六月班的同學 我也分享 因為其實說實在的 以健康或瘦身來說 一個月都算是很短的 時間 那雖然你已經 有開始 做一些行為上的改變 但 它的 它有點像是 那個我們講投資 它就是你要去過 經過負利的累積 時間越長 你的好處會顯現得越多 對 所以 其實重點是 不要去在意說 短期或者什麼改變 你可以把焦點放在說 我是不是持續的 把好的 對於現在 受生有益的事情 你過去可能不了解 不理解 你現在知道了 你把它放在生活之中 那其實你只要能夠持續的做 說實在 你一點都不用擔心說 你會隨年紀變大 變得更不健康 變得更胖 因為你每天都是在往 就是更健康 或更 呃 這個 好的方向去走 那 體態 跟瘦 它就是一個 你健康的一個 附加價值的一個結果 這樣子 OK 好 心裡再多堅強一點 可以多跟大家取暖沒關係 就是班長都很有經驗 學長姐也很有經驗 謝謝你們 好好好 拜拜 我去下一組 哎 有了 有發現你們這一組是精兵哦 只剩你們三個人 是啊 我們 持窮人 我們這一個都已經在吸魄魄 在等 等要睡覺 來 你給校長看你吸魄魄 身體都好多了吧 都好多了 這一個在日本第二天第三天就發燒啊 然後貼了 推樂貼片 樂高樂園繼續玩這樣子 對 這一支 很有這個 玩的態度 就是推 然後還可以跟我們玩水杖這樣子 好好笑 這一個 OK 好 你們 應該 律橋應該分享蠻多嗎 就聊 已經聊到日本行去了 OK 有 有逸橋 有逸林在 然後耳其也是很 很那個 我覺得算是很積極正向 所以我不太不擔心 對 反正就是有 有任何問題其實就提出來討論 然後剛才你們都是五月班的嘛 像剛才有一個六月班的 呃 學妹 她就說啊 她覺得 就是好像沒有達到目標很沮喪 但其實說真的以瘦症來說一個月都很短 所以 其實我們就是一樣就是把焦點放在除了瘦之外 還有其他的這個呃 事情上面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把焦點放在每天的行為上面 你就會發現其實隨著時間累積 就是 你就這樣瘦下來了 就好像最後你也沒有在減重 但是你的體重就越來越標準這樣子 但是她需要經過時間的 的累積啦 所以時間是你們的好朋友這樣子 但是有時候還是會有點擔心 就是說欸 這這子好像要放鬆 會不會又胖回來的那種 會有一種交通 所以需要需要群組 需要持續的上限 很重要 對啊 對啊 嗯 好 那我們去最後一組囉 應該快結束了 好 原來我們最後一組 沒有還有一組 沒有沒有 我們是第七 第七 就班長 就要有一些班長會上一小時的教練 大家就分享一下小天使 或是在當班長的一些經驗 還有助教還有教練 大家分享一下整個團體這樣子 大概三個小時很快就過去了 大家就在那邊算聊天 把基地弄得很吵這樣子 對 對 後面去吃個飯 然後最後大家就很快的晚上吃完飯就 快樂的回家 就是高級 高級龍 台灣台南這樣子 對 對 基隆哥是非常可靠 然後也很關心人的 那個班長 也是學長這樣子的 已經 基隆哥今年是幾歲啊 我忘記 53 53嘛 對 那 其實說實在的 我今年才41歲 我是你的人生的 這個學弟 但我就覺得說 哇 就是真的 年紀的增加 你會覺得 精神 或者是體力 好像確實沒有以前年輕 這麼有力 但以前年輕你好像不需要保養 你就只是這樣子 正常過日子 好像也可以做任何事情 但確實 我覺得 我覺得 雖然年紀長了 但像我 我最近也是就是都有跑步嘛 我覺得說其實不會 我到我會 我現在想法是我現在雖然40歲以上了 但我可以一直維持這樣的狀態到繼續往下走 我覺得是很棒一件事情 所以像 呃 我之前遇之前也分享蠻多的嘛 然後 那個 楊學長也非常蠻多 就是到了這個年紀 其實真的能夠有這樣子的 健康 這樣的體態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是我們的 這個 模範 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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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腥味吗?说是腥味吗? 嗯,就是他可能是炸很多次 或是他炸了很多各种不同的 没那么新鲜的食材的那个味道 就是调整食物一顿之后 觉得吃起来真的有差 嗯,真的有差 像我自己觉得 一开始我觉得是有点困扰 但现在不会 因为基本上就是一个 很能够吃出任何东西不新鲜的嘴巴 不管是油也好 食物也好,调味料也好 你只要那种不是很好 我就马上一吃就吃得出来 所以你就会 你就不是不能吃 你是真的不想吃 你不是不能吃那些不好的东西 你是觉得啊,就吃起来就没那么好吃 油耗味也好 或者是不新鲜的味道也好 你都可以吃得出来 对,其实是一件好事啦 我觉得 对,真的 就是你的味觉回到正常的状态了 这才是应该你本来的样子 应该,这样还不错啦 就是觉得吃 像之前吃烤鸭 他就是后面就很明显吃出这个煎烤鸭的鸭肉 不新鲜 嗯 然后就不会再吃了 OK 然后在以前就觉得很好吃 对,没有去注定那些人 看如果你的味觉没有让慢慢吃回正常 你可能不知道就一直在吃 吃着不新鲜的东西其实也不是好事这样 对,大概就是类似像这种 我觉得慢慢调整有差 OK 还蛮开心的 好的 好,那今天就是也一段时间了 那我们的分讨论到这边结束 我会拉回这个大会议室 那大家可以差不多回到会议室里面 刚刚听了蛮多分享 对,我觉得 呃,我请大家分享开心的事情 我希望你们把焦点聚焦在 就是我们近期有什么累积好的行为 或者把焦点放在开心的事情 我们不要去把焦点放在 就是可能比较伤心难过的事 那当然这不是头脑心态说 一定不会遇到一些 呃,什么伤心难过的事 而是就是你把焦点放在哪里 你的视线就在哪里 你的成就就在哪里 这个是真的 所以你把焦点放在 就是开心的地方 其实你自然而然的 你的身边的能量就会是好的 就会是吸引人的 然后那个吸引力会吸引到 更多的好的事情 或是能量在你的身边 对,所以 呃,好像离上一次 小组讨论应该有超过一个月 以上,对不对 我还是蛮喜欢小组讨论的 就是进到每一个 讨论区聊天室里面 听听大家的分享 像刚刚那个顺承就有分享 就是他从第一期就想要飞 结业就想要离开 然后就到现在已经一年多 就是从这个二月半到现在已经是一年半的时间 那他有跟那个他的同学分享他自己的这个形态 那我觉得很好 就是他分享到说 其实他现在把焦点放在就是他除了内化之外 他能不能够用这份经验去协助别人 对,不管协助同学也好 或协助身边的人也好 这个都是很棒的一个能量 OK,好 晚安 大家晚安 好的,那最后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ATMIS线上减重班 那每个月呢,我都有开设一个线上减重班 那我们主要是透过就是把这么多人的经验 然后用一个专业的团队 像有营养师啊,有教练啊,还有助教 那来去协助大家 就是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健康减重一辈子 然后也可以快乐使用的一个瘦身方式 如果你在减重的路上觉得还有点找不太到方向 那欢迎来加入我们 那我们会用整个团队来去协助你 那在那个叙述里面有我们的这个介绍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Lite就会有相关的资讯 那我们就下期见啰,拜拜